大家好,我是林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山楂花椒水 是一个老中医推荐的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今天我们用到的食材非常的简单 这是在药店买的干的这个山楂片 15克 然后这个红壳花椒 在市场里面随便都能买得到 15克全部给它倒入小碗里面 食材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清洗 把山楂和花椒全部倒入大碗里面 平时这个山楂和花椒 在晒制的时候肯定都是露天的 所以有大量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在上面 我们在使用之前 一定要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水 是不是昏浑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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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 也可以用砂锅 加入适量的陈气水 把洗干净的山楂还有花椒全部倒进来 开大火给它烧开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给它煮开之后 我们再扣上盖子 这个时候转小火煮15分钟 将里面的汁水慢慢的煮出来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整个村子都是山楂和花椒的香味 这个香味真的是太浓郁了 扑鼻而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组织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 然后倒出来 等它到微热的时候就可以开喝了 喝的时候 这个山楂和花椒要给它过滤出来 每天晚饭之后来上一杯 全身都非常舒服 全身都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正在减肥的小姐姐们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林子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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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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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视频